我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以讲的太多 我主要是要讲的 因为硬件方面 我们的四个候选人 已经跟你们宣布五年的蓝图 这个蓝图呢 非常的详细 我只要讲一句 就是我们荷兰武器之马 是在新加坡的大概中心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呢 是最绿的地方 是我个人用福建话讲呢 长远是鼻烫 你们懂啊 所以这边呢 屋子不要随便卖 是很好的地方 那现在我要讲 分几个东西来讲 今天最主要是说新 我们的硬件方面呢 新加坡政府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讲软件 新件 总理有说 政府对我们人民的承诺 我刚刚代表维文部长 出席亚西安的部长会议 在叶加大 刚刚回来 回来这个小红点 记得小红点吗 为什么这样多人 要来小红点读书 要来小红点买物资 为什么 全世界的人都要来 为什么 你们自己去找答案 我记得呢 我在九十年代去苏联 苏联刚刚改革的时候 有一个 领队 一个女的 讲话讲得很好 我就问他 我说我看你不只是一个领队 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你什么问题我问你都会大 他说其实我是大学的教授 但是轮到今天 我除了做教授之外 我还要做 导游 来换赤 他说我过去存的钱 本来可以在苏联的家外 买一个小的房子 跟一辆汽车 但是在改革之后 那个时候九十年代 那个钱贬制几千倍 你们猜 这位朋友的钱只可以买什么 本来可以买物质跟汽车 贬制过后只可以买 超级市场里面的乳酪 他穿的袜子是一半的 我就没有带东西 我说我要走了 你会不会介意我把我穿过的袜子 全部给你 他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 就是政府的改革 制度的改革 带来他们的困境 最近东欧的问题 你看日本 这样多年来一直改换他的总理 结果是什么 一直改换他们的首相 结果带来的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呢 我们新加坡人 我们要媳妇 你们懂媳妇的意思 上天跟我们的政府 跟我们的人民 有很好的富气 与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生活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珍惜 那么我这边要讲呢 总理有说 他知道 人民有面对一些困难 所以他会尽力的 如何跟我们的人民沟通 所以更重要的 他有知道几个事情 好像住屋的问题 虽然这边翻新了以后 这样漂亮 我一些朋友来 今天 文莱的部长 刚刚反问我们的托儿所305 这么漂亮 原来是主屋啊 他以为是私人公寓 我是不是啊 这个是政府主屋 人家不相信 但是我们住在这边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呢 我要说呢 总理讲的住屋问题 他已经说 支持马部长 一定要 深一层的去研究 怎么样改善住屋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生活成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难解释 要长期的去解释 为什么呢 环球化所带来 的物质的需求 中国跟印度的开放 每个人要买好东西 粮食是不够的 所以样样起家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我在资工会做了20多年 从资工会1971年到今天 我做了39年 所以为什么呢 我很高兴的退休 39年里面我学到什么 就管一个国家 就好像管一个家 沙斯尔夫人 英国的首相有说 管一个国家的财政 就是好像管一个家的财政 是吗 我们管一个家 我们的收入怎么来 一定要去做工 要用头脑 要用技术 所以呢 资工总会跟政府 提供了很多免费的训练 我们一定要去训练 还有雇主 雇主一定要改善的工作程序 提高生产率 我们才跟中国 跟印度的公有竞争 我的弟弟是在这个 Obsworth 这个Gapol Field 做事 这个Orig Jacker 十多年前 他跟他们的整个公司 设计了这个Orig Jacker 我感到很骄傲 就是他们全世界在注册 这个Orig Jacker 我们现在代表 全世界60%的市场 为什么 我问他 为什么你可以跟中国竞争 你可以跟印度竞争 你可以跟其他国家竞争 因为我们的工友很好 我们的工人技术非常好 我们用的原料 是真材私料 不然在深海里面会漏水 我们用的铜啊 金啊 电线 全部是真的 还有呢 我们准时的 去送货 我们的货 讲几时就是几时 因为这样 虽然我们的工资高一点 人家还是买我们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技术 经过我们的努力 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收入 单单靠政府的津贴 只是一个过渡时机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总理非常的 温馨 给我们这个workfare 但是我个人认为 长期 还是要提升我们的生产力 提高我们的耕作技术 现在让我讲本地 我们的队伍 我们非常的幸运 有维文部长 领导这个荷兰武 这次马的队伍 我跟维文部长 共四七年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部长 你说可能他比较近 但是我举这个 几个例子 他跟我们说 我们跟他工作 要很认真 他说 我们的部门 没有给错的门 no wrong door 每个人写信来 每个人申请 他的困难 我们一定要去研究 不可以讲 这个不是我管的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把 这个人民的心声 多一层的研究 那么跟其他的部门去讨论 还有他说 我们的答案 不可以讲 no 要讲 怎么样在 我们的法律范围内 调整 虽然现有的条规 不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 研究他的问题以后 要怎么样的去帮忙 那么另外一点 他说 我们也不可以 随便的起家 所以我们的这个婚姻注册 如果要用我们的礼堂 要用我们的餐厅 就要起家 但是如果 比较困难的人民 他去那边 只是盖个印 签个名 11年来没有起家 好不好 非常好 我们有这样的领袖 还有呢 他给我们几个条件 不可以有人 无家可归 睡在马路 第一点 他不要看到 无家可归的人 第二 他不要看到 人家 就是没有上次 所以有人说 他给付利金很少 是错误的 他来的时候 个人的付利金是 一个月 260块 今天付利金是40块 如果包括政府 给他们的租金 他们的租金是30多块 的津贴 还有免费 免费的医药 免费的上学 四个人的家庭是拿到1900块 一个人拿到1200块 这样的付利金 你懂吗 还有呢 我们通过 基层领袖的协助 通过我们的 付利团体的协助 我可以讲啊 我可以讲这句话 全世界 没有一个付利制度 是在我们的门口 我们每个星期一接近民众 国会议员接近民众到 11 12点 1点 如果有人没有水电 没有饭吃 没有上学 来找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授权 给这些基层领袖 看到有困难的人民 立刻帮他们先 给他50块 100块 还是200块 帮忙他先 那么再深一深的 了解他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讲 你可以挑战我 全世界 我看就有新加坡做得到 为什么呢 现在让我说呢 因为 人民的参与 单单靠政府是不够的啊 刚才我讲 管一个家 管一个国家 就好像管一个家 单单靠爸爸妈妈去赚钱 是不够的 而你要读书 而你要上学 而你要出来 有谋生的一技之长 这个家才慢慢富裕起来 这个家的生活水准 才可以慢慢提升 是一个国家一样的 如果每个时候 我坐在那边 等着爸爸妈妈给钱 那就麻烦了 所以呢 人民的参与 我非常高兴 20多年来 我们做很多事 由国会议员领导 本地的活动 但是呢 是由我们的基层领袖 我们给基层领袖一个掌声 谢谢他们 我们的基层领袖 任劳任怨 中国的市长 中国的省长 中国的县长 每个来这边访问 我说你们做得很好吗 你来这边访问做什么 他说要起经 他说为什么这样多人 不拿薪水来做义工 每次我接见民众 他们都做义工 我说就是这种精神 人民的参与 邻里的精神 好像我们武器资马也好 乌鲁班当也好 casual也好 振华也好 我们要做得好呢 还要邻里的协助 好像那天我们搞这个歌舞表演 有一个老太太跟我说 我80多岁了 我很难下楼 哎呀我就心很痛 为什么呢 假如有好的邻里 你们应该带他下来 对吗 所以我们进一步 要做的是邻里的关系 干绷的精神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要讲的是 国会议员 所以你们选国会议员 刚才我介绍了维文部长 我们还要介绍另外三位 我非常高兴呢 我们选了 神宇女士 做完武器资马的候选人 她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务员 她为什么要出来参政 就是她认为 她可以在政策方面 可以在地方的活动方面 增加她个人的意见 能够付出 能够贡献 那么所以呢 我们的人民 如果可以跟她一起的配合 我相信会做得更好 清楚于蓝 胜于蓝 那么我们刚才我们的 Christopher D'Souza先生 一个年轻人 他在军部里面 拿到金牌奖 我的儿子很佩服他 那么我们国会里面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他国会的辩论 我这么多年我还很佩服他 他很坚守这个价值观 个人的原则 当我们讨论一些东西 他个人认为 有违反他个人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投反对票 你们知道吗 这个人说 请问他 他承认 他承认 他的性格很高 如果他承认 他的性格 他承认 他承认 甚至一位老公司 我坐下来 我恰恰他 我尊重他 他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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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against the moral 不简单啊 一两个人投反对票不容易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支持他 给他们机会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梁延华 他是DBS的 这个 这个MD 所以他刚才跟你分析了财政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的市政理事会 在我们如何管这个区 他各方面呢 他能够替我们安排的很好 所以在维文部长的领导之下 在配我们这三位很优秀的候选人 我个人认为五季之马 河南五季之马的选民 非常的幸运 所以我在这边 最后的讲一句 就是我们新加坡 我们的李光耀之政 我们的吴之正之政 我们的李选龙总理 替我们创造50年的奇迹 50年的好生活 如果我们要未来的50年 就要支持第四代的领袖 请你们投行动党一票 所以你们在 这个5月7日 投行动党一票 我认为我们的1st generation 2nd generation 3rd generation 领袖 给我们的50年 的迹象 的50年 的50年 的成功 现在 我认为 李选龙总理 我们要继续建设计 和建设计 另一位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到我们的50年 第四代的 Dr.Vivian Barakwishnan 是一位 一位最年轻人的 决定官员 在这个帮助 其他人 比较多 50年 和60年 所以 vote Dr.Vivian 是非常重要的 vote 他 去帮助我们 年轻人 到我们的 第四代的 50年 so vote for POP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r.s.jufu yishun 谢谢我们的 辅洗前政务部长